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你的兰花呀 烂根不严重的话 我们不需要脱盆修根处理 我们呢 只需要用上这个兰花专用的这个治疗根斧的这个 二眉林 然后给它进行这个杀菌处理 这样的话呢 可以抑制这个根斧的继续蔓延 也可以 避免它再次根斧 但是如果是严重的烂根呢 我们就要给它脱盆修根处理了 那么就有话有咨询 我们应该怎么判断这个兰花 是否有烂根 然后呢 这个烂根到底严不严重呢 因为兰花的根呢 在盆土里面 我们呢 很难观察到 再加上呢 一般轻微的烂根呢 叶片上呢 很难观察得出来 等到叶片上观察出来的时候 烂根已经比较严重了 那么今天我就教大家一个技巧 可以轻松判断出你的这个兰花是否有烂根 烂根严不严重 什么技巧呢 我们可以先将兰花盆土表面的 那些土壤呢 可以给它适当的剥开一点 剥到它这个炉头的部位 然后呢 我们再捏住这个兰花炉头这个部位啊 给它轻轻摇一摇 给它摇一摇 摇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啊 我们像这样摇一摇 发现这个兰花呢 栽种的比较稳 特别紧实 那就说明了没有烂根 如果摇的时候底部在轻微的晃动 那就说明是烂根了 这个时候啊 我们直接用厄美林稀释1000倍给它灌根就可以了 但是呢 如果晃的时候 它底部的这个幅度特别大 晃动的特别厉害 那就说明呢 这个时候烂根比较严重 我们呢 用上恶美林来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就一定要给它脱盆修根 杀菌消毒 然后再换上新的土壤再种了 采用这种方法 我们就能够轻松的判断出来了你的兰花 有没有烂根 烂根也不严重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